坐了门 逛了窗 醒了灯 闭了眼 妈妹 哥 我要回去了 我们分开吧 为什么要分开呀 昨天阿姨给我打电话了 我妈给你打电话了 她给你说了什么 没有说什么 我们就聊了一下天 那为什么要分开呢 这段时间阿姨为了我 跟你爸爸闹矛盾了 我听得出来她很难受 所以我们还是分开吧 宇哥 你回去呢 照顾好阿姨 你看他们从小到大 把我们拉扯长大 也不容易 我们百善孝为先 要把自己的父母照顾好 而且你又这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 不应该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应该去找更好的女孩子 宇哥 不是 你回去好好跟他们沟通 不要跟他们弄脾气 不是 我不是回去的 不是 你听我说 哎 你站着 我妈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没有说什么 那你今天说话乖乖乖乖的 宇哥 你看一下 我们两个生活方式 生活条件都不同 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跟我说实话 我妈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没有说什么 我就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你 不是 哪有配不上呀 你 那我妈没有跟你说什么的话 什么世界的人 什么生活条件不一样 还让我去找一个更好的女孩子 我不就现在找到了吗 那个人就是你呀 我不能给你帮助宇哥 你知道吗 你别再说了 我只想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好好地去爱你 我不在乎你的什么条件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花美 我也知道你最近受了很多委屈 我知道父母不同意我们的关系 让你感到很无助 但是我一直在你身边的呀 是不是 我们一起去面对问题 总有办法解决困难的 感情呢 失败它只是暂时的 你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等着我们呢 你不要受到一点挫折 你就失去信息呀 你还有我 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父母的话呢 听一听就好了 他们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两个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怎么可以分开呀 你再想一下 最终能陪伴对方到老的人是谁 不就是夫妻吗 他们说的话做的事不一定完全是对的 只有爱我们的心是对的 所以既然我们选择了相爱 就不要轻易的放弃彼此 每个人生阶段都很难 无论是金钱还是事业还是家庭 但是和最爱的人在一起 才会更勇敢的去面对未来 有多少人一生找不到自己的挚爱呢 找到了却又不珍惜 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 别人的经验都是别人的 我们的人生才是我们的 所以你呢 不要胡思乱想 再说了 我回去不是回我家 我是回四川去的 你胡思成干嘛 去说服我们两位的父亲呀 雨哥 你不要回去了 他们两个你说服不了了 你就回去好好地照顾阿姨吧 不是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好不好 我不回去沟通的话 我也不去尝试一下 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是不是 所以要去尝试一下 而且我是一个男人 我不能逃避 应该有担当 有责任 我要去该我做的事 你呢 就好好地在这里待着 不要胡思乱想 我妈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没有说什么 那不就对了吗 我们两个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 我们 要好好地坚持 他们总有一天会同意 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有个 我也承认我自己对你的感情 但是我不想这么自私 这不是自私 父母的陪伴呢 他只是意识 最重要的陪伴的是什么 是彼此 是真心 我也知道 你不想为了我 让我去跟我的父母闹班 但是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对不对 我还想着 我带你回四川 但是 我害怕 你回去了 你的爸爸又不让我见你 你呢 我今天 过来跟你说几句话 你又说让我们分开 难道你坚持不住了吗 小月 不是 宇哥 那不是就对了呀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你呢 在这里好好地等我回来 好吧 对了 我还给你买了一个手镯 来你收着吧 宇哥 啊 以后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就不要给我买了 你看 以前也买了那么多 万一 以后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你别再说这些话了 没有万一 只有我们两个好的在一起 再说了 我这东西 我给我自己心爱的人买 我给我未来的老婆买 这都是应该的 这正常的呀 好了 你不要说了 你说回去吧 以后这么贵重的东西 就不要给我买了 不是 你说说 不是 小月 小月 你到底怎么了呀 走过 路过 没遇过 回头 转头 还是错 你我不曾感受过 想装在借口 想装在借口 你妈没有告诉你 装导要说对不起